新科世界球王费德尔生涯三度闯进路特丹南网赛决赛资料照路透 记者廖玉伟综合报道 新科世界球王费德尔今在路特丹南网赛南丹四强在下一城 面对意大利老将在皮最终以6比3、7比6、3获胜 生涯三度闯进路特丹南网赛决赛 而前两次费霸都拿下冠军 费德尔生涯对决赛皮拿下13胜1败的绝对优势 今两人再度遭遇首盘费德尔虽先于第四局遭破发 但很快稳住阵脚 第七、九局连续突破赛皮发球局轻松抢下首盘 次盘双方坚守发球局一路敖战到6比6人难分胜负 最终拼到抢7才占胜负 费德尔利用经验连拿5分取得5比1领先 奠定胜机最终7比3过关直落二场竞决赛 费德尔晋级四场已确定下周登机球王 今在上层楼冠军战将碰上保加利亚迪米特洛夫 Regarding my truth争取自2005、2012年 两度称王后的第三座路特丹南网赛金杯 而费德尔2018年仍保持不败